游戏出播,玩给你看! hello大家好,这次我要介绍的游戏名字有点恐怖 叫做打僵尸 那打僵尸这款游戏呢 是由日本游戏工作室面白革命Capsule所产出的 那有玩过这个公司所产其他游戏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他们公司都会喜欢出一些比较简单 但是成瘾性又很强 就是会让人家一直想要玩的游戏 那这次的打僵尸这款游戏也不例外啦 我们现在就点进去玩给大家看 看到你有多让人家上瘾咯 一开始他进去会先让你取一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是因为你之后要跟世界排名 跟其他玩家排名的 那我现在点三列 那有僵尸来的时候你要换你射击 如果你没有射到的话他会跳一下 来不及射他跳一下 那跳一下不会怎样 只是他会扣你游戏的秒数 那你现在看到的红色僵尸呢 其实跟蓝色僵尸比起也没有比较可怕啦 只是他的分数会比较高 如果你把他打死的话 就是看你量多少僵尸上天塔 好 1695 这是我第一个记录 很好 他这个游戏呢就是在30秒内 考验你可以打死多少僵尸 所以你要想办法尽快的按 那如果你没有打到或是没有按到的话呢 他就会跳一下 那跳一下他只是会扣你的时间 让你可以玩的时间变短而已 所以大家要尽量按准啦 那再挑一挑战一次 所以虽然这个名字很 有点恐怖 可是这里面的僵尸实在是蛮可爱的 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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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那个经验 那世界的话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那个网络的地方 比较适合 那这是 这世界前100也是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列会怎样 四列就是更多啊 那边咬 Done 这个是第四列的成绩 所以以上就是打僵尸的游戏介绍 那收养了吗 想要测试看自己到底多厉害 按得多快多准吗 请赶快点击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载 下载来挑战看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